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一些有上同的 vision的人都一起做 会不会更好一点 大家一起想办法 看看怎样可以让学生知道死亡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 讲话的人叫陈美玲 2017年她和几个朋友在香港成立了非政府组织死也 用粤语说就是叫人去死 或者可以解释成关于死亡 反正这是个有些幽默并很另类的名字 但有一些对于社会极有观念的挑战性 用这个组织自己的话说 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将死也作为我们的名称 是为了强调和提醒人们 害怕死亡是绝对正常的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们的介入的方法就是我们不会拒绝留自杀这个事情 我们也不会轻易就说生命真的很美好 你们不要自杀 我们不会马上就说这句话 就是因为我们一定会体谅到 他一定有一个受伤的程度 到他没办法再承受了 才想要找一个可以逃离的方法 可能自杀是他其中一个逃离的方法 还有就是因为不是过去几年 我就累积了很多学校 所以是他们也会通报给我说 他隔壁班的同学可能也想要自杀 然后就会介绍给我那些 因为我去延展过 然后他们也知道我对死亡的看法 他们也知道我不是一般的老师 然后我跟他们的沟通也没有什么距离感 所以那时候就是每一天就几乎都不用睡 因为每一天晚上一定会收到 可能六七个新的个案 那时候就是有大概半年吧 然后就是真的很忙 比如说他说想要自杀 然后我们说那你想要在什么时候自杀 现在 为什么跳现在 你会用什么方法去自杀 比如说你想要跳龙 就是从高处跳下去 就是因为香港的文化 就是很容易接触到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会慢慢透过很认真的 跟他讨论自杀这个事情 就让他知道其实他是不是真的 很想要离开原生 或是其实他只是想要逃离 那些不开心的尽力而已 所以是我们不是叫他们自杀 我们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到底怎样去面对自己的死亡 难道就是2019年香港的社会运动 也有很多学生想要自杀 我们也会跟进这些个案那些 但其实你看到我也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我中还没毕业 说实在 我凭什么辅导他们 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我跟他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我是很乐意 到底我的死亡是什么 到底什么是死亡 到底你的死亡是什么 怎样可以面对死亡的时候 比较没有遗憾 怎样死的方法会比较好 程伟林出生的时候 全身长满了黑色的斑点 医学上叫黑色素肿瘤 这些黑色素肿瘤 让死亡 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一直和他的成长 纠缠在一起 死亡对我来说 就是比较像一个老朋友 就每一次就是很多人就 很有礼貌就问我 今天过得怎么样 好啊 我不会说 我在等那个死神 但来了很多年都还没来到 所以就是每一天就睡觉之前 准备好 他会来 就睡到一半也会肚子饿 就饿醒 然后是死神还没到 对啊 所以是几乎我会每一天 或是有空的时候 就是我也会想到 死神这个角色 我不觉得这个是病 但是一般人来说 比如说世界里面 有一些角色叫医生 然后就看到我的状况 说这个是皮肤癌 是医出生 就有的皮肤癌 做我医出生的时候 会直接看到我身上边 就是很多点点 那些点点是随那个人会长大的 你会长高 你会长胖 那个皮肤也一样 我出生的时候 已经看到我的腰是一大块的 脸上面的点点 就大概只有一两颗而已 因为会慢慢大嘛 然后其实小孩子会大得很快 然后就突然就会 就冒出很多不一样的点点出来 现在我的腰 好像一个救生医一样 就一大刻包围我的身体 就那时候就真的要 做很多检测 然后就说算是一个皮肤癌 是一个DNA的突变 其实这不觉得很好笑吗 就是说解释不了 都说DNA突变 对 就是跟Spider-Man一样 就是DNA突变 然后他就是Spider-Man 然后我就是 DNA突变的Dog-Man而已 对 对 对 所以一般皮肤癌 就是可以有换肤 把你不好的 恶性的肿楼割掉就好 但是我的范围太多了 就除了那个皮肤上面 有癌之外 然后我的食堂里面 也有皮肤癌 牙肉也有一点点 然后就是小时候 就是可能医生说要大概 11到10几年的时间 如果我真的要换肤的话 对 然后就是我要把整个身体的 皮肤要换掉 但也不一定说 我一定会好起来 就是因为其实那个皮肤癌 不是在皮肤上面而已 可能是在那个肉的上面 一点点就已经有了 做手术的话 就是要把整个肉割掉 会直接看到我背部的骨头 所以是这个是比较保险的做法 但如果我真的要换肤的话 我可能就会 没有很多肉在身上面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是 我爸就问医生 大概一两岁吧 然后就是就问医生说 那如果真的要换肤的话 就是大概需要多久 然后就真的会好起来 医生说不一定之后 然后我爸就决定 就说 其实他本来怎样都比较 比较不容易活得那么长 比较短命 就是对啊 他应该很快就死掉 那咱不如 就如果要在医院里面死掉 然后就在自己家死掉就好了 就让他 就开开心心地生活下去就好了 陈伟玲的父亲 是计程车司机 母亲是纺织厂的女工 在香港 这是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家庭 由于能否健健康康地长大 都是个打着巨大问号的事情 所以陈伟玲的父母 对于他没有什么过多的期待 也是正常不过的 但满脸黑色的斑点 在小朋友的世界里 还是会受到偏见和歧视的 他小的时候很讨厌开学 因为每次开学总会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会拿他的 异于常人的皮肤 去取笑他 就被取笑是我其中一个生活的部分 但其实我觉得哪时候就是 就因为我这个所谓的病 得到很多不一样的对待 就比如说我一定会被指示 但同时间 然后我爸我妈也没有限制我做什么 我想要吃那些 fast food 他们也会尽力让我吃那些fast food 就是没有营养的汉堡 汉堡啊汽水啊那些 对啊 然后但其他同学不可以啊 然后每天一定要吃菜啊 喝水啊那些 我爸我妈会给我零钱 在学校里面买汽水啊 然后买一些垃圾的食物啊 然后就我吃得很开心 然后其他的很健康的小孩子 就觉得我很嚣张啊 然后就会取笑我弄我啊 就是常常有这些状况发生 就是一个tray off 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他们每一天就 就读书的时候会很苦 然后考试 看到隔壁做的同学 把那个头发都抓到 好像快要凸了 但我很随便就说 我不用啊 我不用考试啊 我的命没有很长啊 所以我不用读书啊 就是我不一定会 看到我自己大学毕业啊 我爸我妈 都没有什么给我什么限制 就是因为怕 本来就觉得 我应该很快就没了 至少可以让这个孩子 开开心心生活下去 然后不是维持那个生命 在陈伟玲的眼里 她的父母都是非常乐观的人 都在尽全力 给她创造一个 幸福快乐的成长空间 这让她得以在一个 零压力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以至于陈伟玲小时候 完全没有感受到自己 有任何的异样 其实我 我哪时候先觉得 自己是没有很异样 就是外表上面跟别人不同而已 然后就发现 我的自由 比一般人的自由很多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些点点 可以让我那么多自由 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慢慢才知道 原来这些点点是病 因为我一出生就不舒服 所以我从来没有 试过舒服的状态 如果有一些你本来 一出生到现在 没有享受过的东西 就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其实我对我来说 就是我没有感到什么不舒服 我只是 只是对啊 夏天就不要去外面 因为一定会中暑 所以是我小时候是知道 夏天我就 一定可以在课堂里面 就是坐在那个电风向的底下 其实其他人都很热啊 夏天 夏天真的很热啊 在那个classroom里面 知道死亡的时候 就是从我的点点 跟我的生活 每一天跟其他同学的生活 都不一样 活中的时候 有一个肿楼 然后长到很大 然后就去医院 然后就把它割下来 在医院里面 因为那时候就是 我记忆中就是差不多 可以有网路了那时候 对 我就问一些比较熟的护士 然后我说 其实你可以帮我翻译 这是英文是什么 这是医生写的东西 我才发现 哦 原来是免路嘛 皮肤矮 我才知道 哦 原来我 我过去十多年的生活 就是被辞职啊 被人讨厌啊 然后不喜欢上课 也不用上课啊 有一些优待啊 然后原来就是 这个皮肤矮 这三个字 我才知道 哦 原来以前就是说 我过不了三岁啊 过不了七岁啊 然后我就跟医生就说 哎 其实你也不是算命的 然后你每一只算也没有中 所以你可以不要再说 我过不了几岁嘛 我觉得就是 我爸我妈会很辛苦啊 过了又怎样 过了十一岁 她应该开心吗 或是又有一个 新的担心出现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有两年到三年 是没有再去医院的 就像陈伟林自己说的 她从来也没有觉得 自己能上大学 在学校里读书 就像是一段 注定会快步结束的旅程 初中毕业后 她就开始闯社会 她自己选择了 另一条的人生道路 因为那时候就是 十五十六岁 然后就是要考试 考公开试 然后考不了 你就不可以留在学校啦 就是你不可以读高中 因为读高中是未来 就是进大学嘛 所以就十六岁的时候 就离开学校 那时候真的蛮疯狂的 算是一个没有任何负担的造年吧 对啊 那时候就毕业之后就是想要拍照 就去那些媒体公司 就是当英诚 学怎样拍照啊那些 还有就是默默的会 透媒体公司里面的器材 带去外面然后自己拍照 就慢慢发现 咦可以耶 还可以赚到钱耶 因为我拍完东西 有一些人就找我拍照 然后我说好啊 然后我就偷公司的器材 然后就当外快 就做了三个月吧 然后当那个时期 就也是跟老板吵架啦 就我说啊 其实你们也只是顾生意 其实也没有好好去当媒体啊 然后就是对啊 那但其实我来说就是19岁而已 那上个月就是认识很多 不同的媒体公司里面的员工啊 那什么 然后我们就自己开一间新的 新的媒体公司 然后做一些折制啊 比如说做一些有关车的书啊 比如说Toyota Honda 那些就是有一些广告的企划啊 我也会找一些名人过来 去里面的公司拍照啊 或者什么跟你的新发布的车 然后拍照啊 然后什么 然后就是慢慢做 自己的兴趣是得到别人的认同 然后还可以赚到钱 就很疯狂啊 就是没有什么限制 就是我觉得我想到就会做到 真的是这样 比如说就是以前不认识那些 唱片公司啊 那些音乐公司啊 那些名人啊 不认识嘛 然后就直接call call 查我们说 哎你好 我们是媒体公司 然后就是我办了一个折制社 然后就是想要邀请你们的议员 然后来当我们的那个book cover 就也成功啊 所以就是那时候就觉得 嘿 读书啊 干嘛要读书 然后就洋洋得意 然后 但那时候就是比较辛苦啊 真的 每天 虽然我每一天睡觉 也会睡不过三个钟头 就是会痛醒 就是会 至少都是这样 会痛醒 但难 就到2005年之前 真的 那个压力蛮大的 就那个压力真的超大 所以 所以有时候我也怀疑 就是 我是把自己的身体弄坏 才会突然有一天 就在家里面就是吐血 就那时候在下午 在茶餐厅 就吃下午茶 点那个菠萝油 配云鸯 说 好像有那个 想吐的感觉 然后我的伙伴还问我说 喂你吐血 但它的量没有很多 好像敏感牙齿 刷刷牙 然后就会有那些 红色的东西冒出来 然后我说 对啊 应该还好吧 应该是这几天 吃到一些东西 或是喉咙痛啊 才会吐血吧 过了一两天 还是这样 就一两天之后 然后就在家里面 我爸就在弄晚餐 就 也想要吐 那个感觉是好像 反胃 里面很多东西 想要出来了 出来之后就发现 原来吐出来 那些就是血 然后我哪时候就是 还问我爸说 爸 我吐血 然后我爸就 超活在当下 然后他说 哦是哦 要不要明天再看医生啊 然后我爸说完之后 我就觉得 原来我那么乐观的 那个性格啊 应该是遗传到我爸爸 一级一级一级 就吐很多 然后吐到我就有一点晕了 本来是站起来的嘛 慢慢就 发现 好像很晕耶 然后我就 把那些 厕所的被子啊 那些沐浴炉啊 然后就 打翻 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很晕 没有办法讲话 然后我爸就进来说 哦 你真的吐血 那个 那个 厂壁上面 全部都是红色的 就好像电影的 剧场一样 我说 对啊 谢谢啊 那要不要 现在考虑一下 是不是应该要 叫救护车 然后我爸说 哦 好好好 那就现在去叫 救护车呼啸而来 把陈维林带回了 好久没有拜访过的医院 像是放了长假的孩子 重回到了学校一样 这一年是2005年 他23岁 然后就发现 哦 原来那个肿瓏 快要到骨了 本来的皮肤癌 可能快变了骨癌 所以那时候就说 我应该就死掉了 因为原来我那时候 就是突然报受 我的民意系统 已经没了 所以是 不管别人 就跟我打喷嚏 然后我也会受感染 所以就是说 你应该比较难啊 因为抵抗力那么低 情况下 还要动手术 然后你的手术的范围 也很大 就应该有 有10寸iPad那么大吧 要动手术的范围 就说我会死掉 然后就 我说好啊 那死掉啊 然后反正就是 但就是还有一些稿 还没写 对 但那时候就是 我就全身洗 就给我伙伴说 我应该下个礼拜就死掉了 然后 我的电脑的密码 或者什么 我都交给他 然后我还跟他们说 你就不用跟他们说 我死掉就好了 你就说我去度假就好了 半年多吧 就因为我动完手术之后 就是后面就是有 要用那些其他的皮 再盖完本来的伤口啊 那时候那个范围太大 他流的血很多啊 所以就是他的皮跟肉是分开的 没办法可以好好的 让他粘在一起 半年后就可以回家嘛 然后就回到家 其实也很不舒服啊 因为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我 后面已经没有肌肉了 就是我的腰 那个肌肉的部分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整个身体的balance 重新要逃整 你知道吗 就是我做完手术之后 就是他说啊 你现在可以慢慢做福建呢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完全 动不了身体 因为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动过我身体了 我一点头我就运倒 对啊一点头就好像 太天的一样 就直接就运倒 所以我用了一个礼拜 才会重新再学怎样去站 怎样做 重新再学走路 做做我那时候就是在想哎 到底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很 就很期待我自己的死亡 然后就是哎 以前就不是常常看到电影啊 看到那些电视剧啊 然后说哎 你不可以当坏人 你当坏人的话 你做坏事 你就你的命就活不了很长 你一定会死得很早 所以是为什么我小时候是 常常就讨战那些老师啊 然后就所谓做很多坏事啊 然后为什么我也死不了 还可以活到205年 然后我在想哎 是不是其实做坏事会找死 是错的 是不是其实应该是你做对的事情 如果你把它都做对了 你就可以离开了 对啊 因为你以前做错 你才离不开 现在你要找一些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然后把它做的对 然后就可以离开了 然后所以我就想哎 到底我到底我有什么事情 应该就是做错了 然后要改过来 就做到对 然后我就可以离开了 就想到以前小时候 就答应过自己 就是想要写遗书啊 班上宜啊 所以就是为什么那时候就是 20082009吧 就真的很认真在想死亡 陈伟林开始严肃地对待这件 和她纠缠至今 她无比熟悉 但当下又感到有些陌生的概念 死亡 死亡是什么呢 她想了一些办法去接近她 比如写遗书 写着写着 一个想法出现了 葬礼 她自己的葬礼 她自己的葬礼上 会发生些什么呢 她想着办一场公开的 她自己的葬礼 我是2012年办的 对啊 就是30岁啊 就是那时候就是我 就我认识那个 Living Funeral 就是生前葬礼 是那个 北野武 日本的导演 我看到他就是 就每一次拍完电影 然后他会帮自己 然后就办一个 Living Funeral 那时候我才认识 什么叫Living Funeral 那说很简单 真的 因为以前常常 从小时候到长大 就是想到没有做不到的嘛 然后 所以我是 直接去 殡仪公司 去查我们 我说 哎你好 我想要搬上你 然后他们就很紧张地说 哎来来来来 小弟过来 然后就 你的家人在哪里呢 他现在是在哪一间 医院 然后想要用什么方式 现人在哪里 我说现人在这里 是我想办 然后他们就说 哎我知道我知道 其实他的遗体在哪里呢 我说 大体就在这里啊 就就就就 就我啊 就是我想要办 然后 他还以为我是 上性过度 然后他说 对 现人永远都会在你心里里面的 然后我就说 不是 我说我是仙人 就慢慢意识到 原来 是我想要办 然后他突然就 转另外一个通 就是 直接开骂 就觉得我是捣蛋的 搞事的 就他直接骂 然后就也 也没有让我走 他就 按着大门 然后就不让我离开 一直骂 骂 他说我为什么要拿那个死亡开玩笑 骂到他可能也要喝水了吗 我就逃出去了 那之后 怎么办 其实我想要 把自己的梦想实现而已啊 我也没有什么 伤害到别人的事情 就我回到家 然后就我很认真去找 到底是什么 是 变异文化 死亡文化 就 我大概用了 一个月吧 就最好的 outcome 就是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帮他们赚钱 什么都可以谈 所以我就 就我以前不是做那些media公司吗 然后就 就想要想那些企划 其实没有很难 那些企划书 然后就是我就写写 写完之后 我重新 再敲门 就是殡仪公司 立着啊 然后再敲门就说 先不要骂 我上个月来过了 但你先不用骂 你先看看 你看完再跟我说 然后 他就拒绝我啊 直接拒绝我 说你又来闹事 然后他就把我的 proposal就试掉 就是我觉得都OK啊 最后就是 有一间披衣馆 就觉得 其实可以做耶 我里面写的proposal 就是让他知道 他的成本的付出 让他可以赚到的东西 不一定是钱了 他赚到的 但他可以 他一个头 然后可以推广 新的那个死亡文化 做一些生死教育的活动 也可以收费 你可以当龙头 因为你们 做殡仪馆的 一定会拿到一些 政府的辅助 也要常常 招待 就是你是企业 然后你怎样去 尽那个 就是那个社会责任 去用你的殡仪馆 去推广 一些新的服务 比如说是有一些老人家 想要办后事 然后就是你可以先 邀请他过来挑你的礼堂 很多不同的 我都帮他想好 但是如果你现在没有我 你是做不到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 搜索model 他哪时候还说 那你想要用 有多大的礼堂 然后我说 我要用最大的 但是你朋友没有很多吧 你应该 就20人 那个就还好吧 我说没有 我都要用 那个300人的 因为我的 就里面的 灵堂的 那个布置 布展 那我都想好了 然后我说 如果你不让我 用你最大的 那个hold的话 然后我就直接 去隔壁问问 你的对手要不要 对啊 然后我说 我现在给你三分钟 就是一个 泡面的时间 然后就是 三分钟之后 你再回答我都可以 三分钟之后 他就说 好了 那我就给你这个 让我免费用 那个最大的礼堂 我的living funeral 就是 这是有三个目的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 偷看一下 我自己未来的 那个商礼 是一个什么的模样 然后第二个是 我可以让家人 知道 我想要的商礼 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第三个 就是 让爱我的人 就是慢慢习惯 我的离开 就华人那些 上礼不是有四个字吗 云归天国啊 天渡硬子 那些 然后就是 我写的四个字 就是 对 我觉得我的死亡 真的没有什么 可惜的地方 因为我就活到现在了 我真的没有什么遗憾 就不用到我了 不用记到我 但这个是开头而已 然后就是他们一进来 我在后台 睡在棺材里面 会有一个主持人 就说 我现在带大家 祷告一下 就是默默低头 然后闭上眼睛 想一想 你们跟韦宁 之前的关系 大概五分钟 他们低头 闭上眼睛 然后我们就把 这四个字 就默默的换走 就另外四个字 就叫 走的焦急 然后焦急是什么 就是 是一个广东话 就是算是 嚣张的东西 但在广东话里面 那个嚣张 是有一点点幽默感的 就是我的离开 就是很嚣张的意思 五分钟之后 然后主持人就说 好 那现在韦宁的上礼 就是正式开始 然后就 大家要起立 有人就把我的棺材 推出来 然后我就睡在棺材里面 然后开始的时候 就是先放我以前的 从小到大的那个影片 就是好像那些婚礼一样 就是我们小时候怎样认识的 然后就是我们相爱的过程 就是我跟我妈遇到的过程 那些朋友 那些回忆 然后就是放在影片 放完之后 就是会有live band 三个部分音乐 第一个就是 我对死亡的想象 然后就是透过音乐 想给大家听 然后就是影片 让大家知道 就是我这辈子 已经真的没有什么遗憾 第三个音乐的部分 就是希望他们 就是来的人 也找到自己 面对死亡的那个方法 因为当天就是我的遗书写好了嘛 然后就出版了嘛 刚好就是我 半山里的当天 新的书的发行 也是同一天 就是我30岁生日的当天 2012年的7月21号 然后我会自己起来 讲一些我对于 我这个人生的看法 讲一些我对每个来宾 我跟他的关系的看法 我会跟我爸 我妈说谢谢他们啊 但同一时间谢谢完 然后我也会跟他说 我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啊 一个很真实 很实在的一个沟通 因为可能已经到 最后的一两个钟头了 我真的那么笨 我真的那么笨 我真的以为搬完三里 我就直接死掉了 我真的要好好去 把握这两个钟头的 沟通的机会 大部分就是会讲好的话 也会讲那些 有可能伤害到代价的话 就主要是把那个关系长完 然后我会觉得 我就真的没有什么遗憾 我就再也没有什么疑言 想要讲的 对 所以算是我的疑言吧 对话完之后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躺在棺材里面 然后主持人就说 大家起立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会封关 然后就是把那个棺材的 cover关起来 然后就把我退回去 然后结束的时候 我也没有再要出来 见大家 然后大家就是拍拍照 就离开 他们完全离开 然后我就才走出来 就来说我第一次睡棺材 我才知道 原来棺材的那个木头 我为什么要用石木 就是因为风的 风的蛮好的 因为我就觉得自己缺氧 十分钟我就缺氧 十分钟我就觉得 好像有一点孕 是是我真的离开吗 或者只是是那个氧气不够 就我默默在后面就是把它打开 然后就 就这样 陈伟林办完葬礼后 受到了媒体的关注 还爆红了一波 她不仅没有如愿死成 反而陆续办了摇滚抗癌音乐会 死亡走秀 等等的活动 甚至用音乐会的银鱼 还帮助到了两名 同为癌症患者的朋友 袁梦 她时常扶邀去学校演讲 与学生们分享 她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生死观 激励年轻人 能像她一样 积极地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这十年 就是做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我就在想 怎样把那些死亡的文化 在香港默默地做一些改变 让大众都可以 透过那些流行文化 很容易就碰到死亡的题目 可以很轻松地去聊 那个死亡的事情 那时候就是2012年到2015年 每一年都受到 一百多间学校 就邀请我去演讲 除了演讲之外 我也会就帮一些小活动 就是有关生死教育的活动 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人生终点 死亡 在中国文化中 既受到尊敬 又受到畏惧 人们常常避免直接谈论这个话题 将其视为不吉利的兆头 陈伟玲把这个大忌讳 拿出来公开呈现 这既是来自她个体的生命体验 也反映出有些中国文化中 古老的价值观 正在现代社会的新价值体系中 经历着不断的淬炼 我在采访时 问了陈伟玲 这样一个问题 我很好奇 那你有没有想象过什么 你觉得最理想的思法是什么样 对你而言 就我来言 当然是最好是睡觉 你就很累 然后你不自觉的时候离开 但其实你已经有心理准备 就你把你的遗物 那些就是全部都安排好 比如说你的MacBook 你的iPhone iPhoto那些怎样处理 穿过的袜子 还没拿去洗衣机洗 睡觉之前你已经安排好自己 警察先生不好意思 就是我刚死掉 但这个是我死之前 已经写下来的 洗衣机里面 还有一堆衣服还没洗 真的不好意思 然后就你可以怎样帮我处理 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 在你睡觉 看电视看到很累啊 然后就睡觉 然后就离开了 这样 也可以通过Facebook Instagram X等社交媒体平台 找到我们 月亮电话 在这里 我们共同倾听 外界的声音